台湾桌球王子江洪杰 与前日本桌球国手福元爱的跨国婚姻 曾被外界认为宛如童话般美好 其料2021年爆出福元爱宜婚内出轨 两人因此离婚 江洪杰上月27日带着律师杀去日本开国际记者会 控诉前妻福元爱不听从日本法院判决 根据日媒Fletch报道 福元爱8月3日提出抗告 律师大愿爱子回应 我们在记者会说过了保全命令下达后马上生效 无论对方有无提出抗告都必须执行 假设不遵从法院命令又蓄意隐藏行踪 以阻碍强制执行 我们只能借用警察的力量 不过大愿爱子强调目的非逼迫福元爱 因为江洪杰只希望前妻能乖乖执行法院判决 让事情圆满落幕 而福元爱最近被传疑似计划移居新加坡 与横滨南在泳池细水 不过他近日回到日本 看到记者先深深低头鞠躬 被问到有什么话想说吗 他回应 很抱歉麻烦您了 现在还无法说什么 只是祈求一切平安 话闭后 他再度深深一鞠躬